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做一个关于中国主要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个发言 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讲是我们中国的食品安全的状况 现状怎么样 我们面临的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以及很多官员 甚至于国务院级的领导 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还能吃什么 不但是中国老百姓这么看 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句话我们还能吃什么 这句话流传到海外 我有一个住在上海的美国朋友 住了好几年 他告诉我真实的故事 他在美国的亲戚和朋友 给他打电话来说 你怎么能在上海生活呢 上海的食品都是不能吃的 都是不安全的 那么我相信 这个是真实的情况 大家知道Lancet 柳叶道是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是一个学术期刊 那么有一个非专业人员 他是搞新闻 做新闻工作的 到中国来做了一连串的采访以后 在柳叶道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2012年的这篇文章 这个人就是叫做Ted Alcom 写的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这里面引用了我的一句话 就是说食品安全在中国 是远远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更突出的食品安全在中国 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大家知道政治问题 但是这个是老百姓 以及某些地方官员 对我们中国食品安全的状况的 一个估计 或者是一种看法 应该说 是一种perception 那么实际上的情况 真正的从科学的评估来讲 我们中国的食品安全怎么样呢 我的个人的观点 应该说 我们总体上应该是好的 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我们的食品安全状况也在进步 这是前半句话 后半句话同样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还是很严重的 例如三聚清安 收入金 特别是一些非法的添加物 那么食品的非法添加 或者称之为餐甲 或者称之为食品的欺诈 food fraud 或者叫food adulteration 在中国应该说是非常普遍 前几年我在做报告的时候 我说 食品餐甲 不能等同于食品安全 你发现了这个是个餐甲 就不能说这是一个不安全的食品 尽管这个观点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非常少非常少的食品餐甲 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危害 或者说潜在的危害 绝大绝大部分的食品餐甲的事件 是不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的 就如同欧洲的马肉事件 中国的橄榄油 我不想吓唬大家 应该说 中国进口的橄榄油 参加的是相当普遍 但是它还是油 它也是可以吃的油 只不过你是被欺骗了 花了橄榄油的价钱 买了一个参加了一定程度的 不是橄榄油的其他比较便宜的油 但是从政府来讲 特别是中国政府 从来把食品的欺诈 或者是餐甲 当作食品安全问题来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正确的看法是 从科学的角度 食品餐甲不同意 不等同于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通通要管 而且纳入食品安全监管来讲 在欧洲也是这样 在美国也是这样 为什么 中国还存在着很多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总的 我觉得我们吃的还是很安全 而且一年比一年的好 我们的总体的食品的合格率 是一年比一年高 这都是有数据的 每年有数不清的 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数据 来说明我们的合格率 一年比一年高 但是我为什么 我们还存在着这么多问题呢 原因是很清楚的 第一 我们有现在还有一亿多的农户 他们是分产的在生产 他们都是个体户 谈不上规模化 就谈不上标准化和规范化 所以我们的农业生产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 我这段换证片上 我们的说我们的食品生产企业 大概有五十万个 那么最近我们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告诉我们的 我们整个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不包括农民 从生产开始和流通 餐饮等等 这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加起来的数值是 一千零八十八万 大家想想 一亿多的农户 加上一千零八十八万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要是我们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那才是不正常 当然这句话 今天假如有媒体在唱 我肯定要被派砖 但是这是事实 而我们的另外一方面 由于我们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规模如此之小 所以他的并不太在乎他自己的名誉品牌 甚至于我今天倒了明天 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又开张 另外一个原因 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食品安全管理的这样一个体系 过去是实施的分段管理 大家听说过了 九龙治水 谁也不听谁的 发生了问题以后 哪个部门都不负责任 比如瘦肉精就是一个典型的势例 那么 当然 这个方面现在有所改善 但是从要真正改善 去掉这个分段管理的弊病 恐怕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那么由于我们存在了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最近政府来采取一些非常明确的改善措施 第一就是进行食品安全的管理的体制改革 这个我不详细讲 上面有一个食品安国务院有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 它是一个协调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各个有关部门的部长 包括国安部部长 那么他有一个做日常工作的 这个委员会因为很少开会嘛 他有一个秘书处就叫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 那么下面从整个食物链的分工来讲 有农业部还是管初级农产品 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他现在由于他加挂了国务院食品安全的办公室 也就是说国家食药局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 两位一体 两块牌子 是一套人马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老大 他的现在的权力最大 国家的食品安全的法律 法规政策以及发生重大事件的处理和信息的重大信息的发布 都由他来做 当然他还负责农业以外的这些整个的食物链当中的其他部分的监管 包括生产流通餐饮仓储运输都是他来管 那么试图用这样一个两个部门来覆盖整个的食物链 来消除我们的分段管理的弊病 过去叫做卫生部 现在改成了卫生基生委 这个非常奇怪的名字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他的在食品安全的功能方面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负责全国的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 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发布 那么国家职电总局现在保留的食品安全的功能 是进出口食品的监管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体系 比起原来来讲应该说很有进步 他的特点 这个新的体系的特点 就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他现在是变成了老大 在政府监管部门当中他是老大 为什么他会变成老大 这是因为他不但是他管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整个的链当中的绝大部分 除了农业部分农产品 初级农产品以外他多管 不仅仅是这个 由于他有了这个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头衔 他的职能 所以他就变成老大 刚才我说了 那么我的观点 这个这个架构是应该说是大局已定 这就是大局已定 但是还没有完全到位 还有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的空间 我不相信展开 那么 从2009年十四食品安全法以来 我觉得是取得了很大进展 从政府层面来讲 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 我举几个例子提一个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系统 现在完全建立起来了 覆盖了三十一个省 这么多点 在2013年提供的数据300万以上的数据 包括维生物的数据和理化的数据 一共有147个指标进行监测 我们还有应急的监测系统 比如台湾的数据事件以后 连续几年 到2013年还在监测数据 各种各样的数据 我们想办法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多少实验性的疾病 应该说我们是心中无数的 到底多少人是吃坏了拉肚子 住医院的看病的要死掉的 不知道 那么现在刚刚开始在建立 学习美国CDC 建立这样一个 建立一个主动监测的体系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估计 我们至少不少于 一年发生的实验性疾病 不会少于两个亿的人 也就是说13亿人当中 起码有两个亿的人次 会发生实验性疾病 主要是由于 致病性的维生物污染了食品 吃进去以后引起的拉肚子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 第二 国家按照视频安全法 国家设立了风险评估的体系 成立了全国的专家委员会 还成立了我现在的工作单位 国家视频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全新的一个 全部由政府 这个 用政府财政来支持的 这么一个事业单位 所以做了一系列的风险评估的 这样一个项目 有维生物的 有化学的 第三个成就 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 我们知道 中国的食品安全的标准 食品标准是最乱的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 具有至少有三套国家食品标准 我们有食品卫生标准 卫生不管的 我们有食品质量标准 质店总局管的 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农业不管的 都是国家标准 都是强制性的 这三套标准 交叉重叠 互不协调 同样的一个指标 一个产品 这个指标来检测 按照这个标准 这套标准是合格的 按照另外一套国家标准 它就不合格 好 实施食品安全法以来 开始进行标准的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对现有的标准进行清理 现在清理完的 我们一共有 应该说 我不详细讲的话 我们应该 有五千多个 国家食品标准 都是强制性的 到了2013年 那么从今年开始 2014和2015 要进行整顿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要整顿成为统一的 一套 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 有些和质量 单纯是质量的指标 要把它拿掉 比如酱油 分成一级酱油 二级酱油 三级酱油 这不会在 食品安全标准里面 体现出来 这是行业式的事情 这是质量 跟安全没关 你不能说 三级酱油 三级酱油 质量较差 安全可以差一点 那不行 都是统一的标准 从安全来讲 到预计的计划 到明年年底 就会建成这样一个 一套 唯一的 强制性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第四 国家加强了监督监管 因为每年两会期间 都有无数的提案 说国家你要加强 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那么国家 尽管有这样的背景 国家还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特别是 打击非法添加物 我们还 这个卫生寄生委 还公布了黑名单 那么还这个 管理这个 食品添加剂的滥用 在瘦肉精 在猪饲料里头的应用 这个几个部位 联合发文 打击地沟油的生产链 还有加强对进口食品的 监督和管理等等 我想这次都是有目共睹 但是 现在的面临着的问题呢 我刚才讲到了 政府 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应该说是 都是有具体事情的 都是 有文件的 都是有数据的 是真正的 所取得 2009年6月1号 十四食品安全法以来 所取得的成绩 可是 消费者一点不领情 消费者觉得现在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了 我的担心一点没有减少 那么 为什么 这个没有文献可查 没有政府文件 也没有数据 我存细我的个人的观点 给大家分享 作为参考 我认为有这样五点原因 第一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 是零风险 而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我们这里 今天在这里开会 各位来自四面八方 到这个会场 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我昨天坐飞机 从北京飞到上海 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但是我们毫不考虑 我也来了 你们也来了 要不然这会开不成 所以 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消费者的要求 就是不能出一个问题 第二个 把 参甲的食品 和不安全的食品 发等号 由于前面讲到过的原因 这个等号一化 就无形容 大大了 夸大了 真正的不安全食品的数量 我们有很多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真正不安全的 对消费者也健康 有潜在危害 或是真正会造成危害的 这种势力 是极少极少 像三聚庆安这样的 究竟是 好几年也没有发生过一次 所以 这个等号一化以后 出了一个假冒伪劣 那就是食品安全事件 那当然到处都是问题 还有第三 消费者的 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意识 加强 这是对的 因为现在人们 这个食品的供应 比较丰富了 价钱也还合理 人们都里有钱 可以买很多吃的东西 所以他要维护 他自己的权利 这是对的 第四 政府加强了 前面讲到了 政府加强了 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有些问题不再 没有发现的 现在发现了 最重要的是 第五点的 我认为的理由 就是媒体的 错误的报道 有的没有那么回事的 他就说有那么回事 有的是把问题夸大了 所以 大家记得不久以前 媒体报道过 赛百味 生产和销售的面包 是鞋底面包 把鞋底做成面包了 其实呢 无非是美国有一篇报道 说美国的赛百味 他用的面粉里面 有一种食品添加剂 叫做偶旦 甭甲鞋 这个添加剂 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中国也是合法的 为什么变成鞋底呢 因为塑料鞋底 有一种鞋底是塑料做的 而塑料的成分 也用同样的添加剂 同一种化学物质 食品级的 用作食品添加剂 工业机的作为塑料 这没什么奇怪的 对不对 这种例子很多 但是媒体就给他戴上了一个 海人听闻的帽子 叫做鞋底面包 塞百味卖鞋底面包 其实 它是完全的合法 在中国来讲 起码在中国来讲 它是合法使用 面粉处理剂 好 这个五点理由 必须综合起来 不能隔练 我觉得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政府很努力 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食品安全状况得到改善 但是 老百姓一点不灵情 主要 就是这个风险交流 中间 在专家的看法 和这个专家是做风险评估 而消费者呢 是进行的这种叫做 看法 所谓的perception 这两者之间 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风险交流应该说 是中国政府实施 这样一个风险交流的 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的风险 这个 评估 有很多的进步 做得不错 我们的风险管理 按照食品安全法 现在又在修订 各种标准 刚才讲到了 说明都取得了进步 但是 我们的风险交流 做得很差 我们没有 专门的 做风险交流的机构 不管是政府的 还是非政府的 都缺乏 而这个在国际上 是有的 所以 我们的科学的信息 不能够 很通顺的 达到老百姓的 而误导的信息 和铺天盖地 所以消费者 对政府是不信任的 政府也毫不悔言地说 自己的工薪率 在下降 而这样的一些状况 完全 对于改变 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 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所以最后 我的总结是这样 食品安全问题 是一个全世界问题 发达国家 也有食品安全问题 不是中国特产 但是 而且第二 中国政府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刚才讲到了 举例 一二三四五的成就 还有更多 来推动 来改善 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 但是 消费者不领情 所以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风险交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 尤其重要 信息的不对称 全世界都有 我们不能要求消费者 和科学家 对于某些问题 是有同样的看法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信息的不对称 是如此严重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所以最后 我觉得 所有的 跟食品安全 利益相关的集团和个人 都应该共同 参与 科学的 客观的 这样一个 食品安全方面的 风险交流 来改变 我们现在的 很多 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谢谢大家 这些事与于欧洲 在1905 和它有100年 让设定 你知不知道 食品安全 制作为 食品的 在中国 只需要10年 所以 我认为 食品安全 是快速的 现在 三个事 应该要做 第一个 是 它是 它的运动 如何能够 运动 第二个 是 食品安全 如何能够 制作为 食品安全 在中国 一个强烈 最后 一位 像 所说的 是 触触规矩 每个事 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 为 获得 信息者的 信息 而 这些 信息 不信息 我们 说 陳院士你好,你剛剛提到了說現在我對 這個非常感情就是你提到了說那個現在國家開始做那個全國範圍的那個實驗性疾病的調查 實驗性疾病的那個調查,你提到那個數據是六個省,就是現在只能在六個省去做這個事情呢,還是說慢慢從這六個省再覆蓋到全國去做這個事情 抱歉,因為今天不是主要講這個問題,那麼現在已經覆蓋了全部31個省市自治區 但是我們不能調查13億人口當中有多少人因為吃壞了拉肚子 所以我們叫做主動監測,在31個省市自治區裡面是抽樣的,選點代表性的點 我們採取了一個非常笨的辦法,我們組織了調查組,每個省度組織調查組 埃門就是我這圈定了,上海市我選的幾個點 每個點的範圍之內都是兩個禮拜去訪問一次調查組 問他,你過去兩個禮拜之內,你們家有什麼人拉肚子沒有? 排除了感冒引起的腹瀉以外,那我們都稱之為十元性的腹瀉 它的誤差不會太大,因為我們的樣本量非常大 所以這是第一步 我們知道了,13億人口當中每年有多少 大概兩三個億或者三個多億的人 三十個多億的人次,注意 我講人次,因為有的人一年可以拉肚子好幾次 有的人一年一次都不發生,所以講人次 那麼下一步正在開始的就是組織醫院來報告 你有了病人,馬上把他們的大便留下來 然後流行病學調查去追他剩下來的食物 我們要把這兩個東西採用分子生物學的辦法 把它因果關係找清楚 是什麼食物引起了這一次十元性的疾病 哪怕是散發的病例 是什麼菌,這個食物裡有什麼樣子的致病的微生物 而且這兩者的關係是要同樣的 在分子生物學的特點 也就是說他所在的基因的特性是要一樣的 所以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是一個問題 陳元氏您好,我是李星,我是在食品飲料行業做投資的 今天有個問題就是在最近的媒體報道裡面呢 有食品加工及連鎖經營企業呢 牽扯到轉基因食品的問題 您對轉基因食品的發展在中國的這個趨勢跟方向有什麼看法 謝謝 這個問題可能要講三個鐘頭也講不清楚 尽管我的觀點是明確 所以我只能很簡單的告訴你 第一,轉基因食品 只要是經過中國政府合法的 批准的 那麼我們認為就是安全的 譬如現在大豆油基本上都是進口的大豆 到中國來以後做成了油 所以這是轉基因的油 譬如大家所吃的海南島的木瓜 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 這個都是中國政府批准的 所以應該說是 至於關於轉基因的安全性 也有種種謠言和不實知識 都是沒有任何科學的根據 所以最後一句話 作為科學家我只能說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科學證據 能夠證明 轉基因的農作物 吃了以後 對消費的健康會造成任何的健康損害 當然 作為投資人 可能你不滿足這樣的 你要告訴我到底是安全還是不安全 黑和白 可是在科學上 你打死我也只能說到目前為止 坐飛機你也說只能是到目前為止 對不對 你能保證我下一代也是安全的嗎 沒有 所以 我覺得 在中國13億的人口 我們一定會要採取這種 現代化的生物技術 用在我們的農業生產裡 這個是堅定不移的 中國不搞 不但13億人口吃不好 而且 將來會落後於世界上其他的潮流 所以政府現在投入大量的投資 在支持研究開發 很遺憾 由於輿論的不允許 到現在 中國具有中國自己獨立 知識產權的 轉基因的 已經證明了 是安全的 農業部頒發了安全證書的 譬如轉基因 稻米 水稻 沒有辦法進行商業化 這是一種悲哀 好 那是燃燒的問題 但我們會討論這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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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 就是那個 您一直提到這個 就是風險的交流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感興趣的 這個點 然後風險交流這塊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為什麼一方面 這個可能公眾 對於這種就是比較危言耸聽的信息 會更容易接受一下 另外一方面 其實在這個就是很多的這個 就是媒體傳播的這個背後 其實是有一些利益的 比方說他們去 對 針對一些食品企業 食品公司 去找到他的一些 這種的漏洞 然後去把這個給放大 完了以後 再從背後 從公關的角度去 索取一些利益 所以這背後有很大的 這個推動力 而我們說反過來 我們想做一些正面的 這種的 這種 風險交流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這種困難 就是就這個問題上 不知道您 有什麼樣的這個建議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只不過是講的很快 不管是什麼原因 有人在搞也好 有職業打架 人好也好 這個媒體的不規範的行為 去敲詐勒索也好 這都沒有關係 正確的解決辦法 只有加強科學的客觀的 這樣一個風險交流 如何做到這一點 我剛才講了 政府部門應該設立專門的部門 這個在國外都有 不管是美國FDA 美國FDA 確切的講 他有個風險交流主任 他既然有主任 他當然有一組人在為他工作 歐洲的EFSA 有專門的風險交流部門 而我們的部門當中是沒有的 有的是新聞辦 新聞辦是發布的 不是交流 現在很高興 剛剛這個在機構改革當中看見 國家視頻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第三次 第三次當中有一個處 叫做風險交流處 大概兩到三個人 現在還沒什麼太大動靜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需要建立更發達國家一樣 建立專門的部門 同樣重要的 要有民間的非政府的 我剛才畫面片裡頭也說到 這樣一個風險交流的平台 他能夠來彌補政府的不足 因為他是第三方 在國際上也是有的 是吧 IFIC International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在歐洲有UFIC 中廣 有一些非政府機構 非政府的網站 但是力度太弱 我已經奮鬥了三年 想建立這麼一個食品方面的 信息交流中心 希望這次能夠成功 還希望在座的各位給予支持 只有非政府的和政府 共同配合起來 強大的 傳播強大的科學信息 那就能夠糾正消費者 很多很多錯誤的理解 不管這些錯誤的理解是怎麼造成的 這個辦法 都是只有一個 是 謝謝 謝謝 很帥 謝謝 谢谢